三点半赶银行是不少民众都有过的经验 不过跑三点半从今天开始可能变成历史名词了 因为台银等八家公股银行各挑选了两家分行 延长营业时间到傍晚的五点钟 希望给民众更多的便利 眼看下午三点半的时间就快到了 民众匆匆忙忙的走进银行 就是为了赶在三点半银行拉下铁门前 干办金融业务 困扰就是太早关了 那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比较没有办法抽风出来办一些正事 但那一家银行三点半时间都过了 却还没拉下铁门 仔细看看公告栏 原来台银 土银 盒库 赵丰银 第一 华南 彰化 台庆银等八大公股行库 分别挑选两家分行 从12月1号起 周一到周五延长营业时间到下午五点 让民众存款和缴费更方便 不用再赶三点半 一般民众也有跑银行的困难 中午的时间大家都紧行时间不够 现在因为电脑科技的发达 其实现在很多事情都电脑在处理 所以像本行的话 结账的这种电脑的制度 也做了蛮大幅度的修改 其实银行延长营业时间到五点 并不是第一次 部分民营银行早在两年多前 就已经开始实施 银行延长营业售理的业务 包括有存款提款 以及开户 定存和各项的贷款咨询 收件等十三项 但如果是跨行或贷办业务 像是交换票据 跨行汇款 以及贷缴税款是不能办理的 原因是为了金资中心 三点半的截止作业时间 为何银行要三点半打压 原来是过去还没有电脑 银行员在三点半拉下铁门后 还必须一笔一笔对账 才能完成一天的作业 如今电脑连线处理方便 多数问题都能解决 至于公股银行核实 全面延长到五点 目前还是要看民众 实际使用的状况再做决定 记者陈晓卿 陈昌伟台北报道